我們上完了面積之後要上完是體積 體積就是三次方 長度的三次方 偶爾有些題目需要用到這個 長度的單位是L 那體積下面就是L的三次方 L三次方 有什麼單位長度啊 單位體積啊 這個我們前面類似的話講過了 看一下就好 一公升就是一千毫升 你如果記得前面教過的中文的毫 就是千分之一的話 你就知道一公升就是一千毫升 就是一千毫升 那接下來這幾個名字都是一樣 一毫升就是一CC 就是一公錯就是一立方公分 你在考卷上的題目 會出現很多次毫升 會出現比較多次的立方公分 那有的時候會出現公錯 極少的時間會出現CC 但他們都一樣大 所以考卷上都是一樣的意思 一毫升就是一CC 就是一公錯就是一立方公分 這幾個名字的大小全部都是一樣 全部都是一樣的 OK? 全部都一樣 那體積怎麼量 液體就是用液桶去量 你們今天做實驗的時候做過對不對 用液桶去量一體的體積 OK? 那麼液桶怎麼使用 請看前面教過的 什麼目光要平視啊 要看最高點或者是最低點啊 這個請你複習前面教過的事情 這個算是我們的重點 考試的重點 OK? 那如果是固體的話 如果是規則的固體 就有所謂的公式 什麼長乘以寬乘以高啊 有一些公式你可能暫時沒有念到 比如說球的體積 三分之四派阿三次方 那個你們可能暫時沒有念到 不過沒關係吧 以後怎麼會學到 可是規則的我們有公式 那不規則的呢 我們通常會用投水法 就是你今天做實驗的時候 量那個螺酸螺絲的體積 就投水法丟到水裡面去 投水法只能夠用在不容於水 且不和水作用的東西上 通常考卷上只要求你寫不容於水 沒有強調要不和水作用 但是應該是有不和水作用這句話 不容於水跟不和水作用的東東 可以丟到水裡面去 丟到水裡面去 然後呢 就可以量出體積 早上你做實驗的時候 我用嘴巴跟你講過了 講過了 就像這樣子 你不要管上面寫的字啊 什麼V1 V2 V3 這寫一大堆 你看也看不懂 不用管它 你就把那個考驅的題目看完 看完以後呢 自己去寫一寫 自己去寫 你就會了 比如說原來呢 有水 原來有水 50毫升 然後呢 那個螺酸下去之後呢 水加上這個螺酸呢 變成了70毫升 那你知道螺酸多少 就70減50嘛 你看就知道對不對 70減50嘛 你就會了嘛 你就知道你就會了 70減50就是20嘛 你就會了 你不要管那個什麼V1 V2 V3 那還有一種情況是 沙子 你把沙子掉到螺酸器了之後 有個問題 那個沙子有空隙 所以你看到那個體積是 沙子加空隙的體積 不是它真的體積 那這裡又寫一大堆字 跟剛才一樣 不要管那麼多啦 你就寫下來就好 原來下去的時候是沙子 加上了空隙 然後呢我們看到呢 它是70毫升 然後你去準備水呢 50毫升 然後把那個水灌到那個沙子裡面去 水灌下去之後 什麼東西沒有了 空隙沒有了 空隙被水占據對不對 所以量到就是沙子加水的體積嘛 所以你量到就是沙子加上水的體積 你發現呢 它有110 那請問你沙子多少 60 60嘛 就直接看就知道該怎麼減 那你看就知道該怎麼減 那空隙多少 10嘛對不對 你就看就知道該怎麼減 所以你其實 那上面寫一大堆字啊 你也不要管它 你也不要管它 反正呢就是把它寫下來 這個多少多少 你看就知道 它應該要怎麼算 看就知道該怎麼算 OK嗎 OK好來 那 動了時間 這種題目啊 以前啊 都在參考書有而已 可是後來很不幸的學測都考過了 所以就要知道 會考考過了 乒乓球怎麼辦 乒乓球跟前面有什麼問題 乒乓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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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做實驗的意思 那個大招牌被我丟 他把那個螺絲丟到水裡面去 結果螺絲頭落在水面上 沒有全部落在水裡面 那你現在怎麼會 兩個都在螺絲裡面 好 來 怎麼辦 那個球要浮起來怎麼辦 要怎麼樣 咦 我要找人問嘛 不要急 人在江湖 誰怕誰啊 烏龜怕鐵 誰啊 來 帥哥二十六 二十六 起立 怎麼辦啊 那個球會浮起來怎麼辦 不知道怎麼辦啊 讓他沉下去嘛 請坐 想辦法用個中物把它拉下去 然後中物把它扣掉就好 就是 鐵重錘五十 重錘加那些乒乓球七十 就 七十減五十 就是這樣子 OK 下一題很討厭 也是但是也不幸有考過的 真的是奇怪 討厭 排水 投水法 投水法 排水法 只能用在不溶於水的東東 那糖溶於水啊 那非B的你要用 投水法去量糖 你叫怎麼辦 怎麼辦 我講過了 這種題目以前是 都屬於那種怪題目 參考書 欠卷的題目 可是很不幸的 我們的會考 有人考過了 你就沒有辦法 好來 可愛的7 11 11 11 怎麼辦 不知道 很好 你說 就想辦法讓它不溶 什麼辦法 讓那個糖 讓那個水溶解糖 溶到不能夠再溶 它就不會溶了 就可以來了 好 想辦法讓那個變成糖水的飽和容易 那它就不會再溶解糖了 這時候就可以用這個方法去量糖的體積 這就是簡單的小問題 但是這個小問題呢 很不幸的會考學測考過 那你就要注意一下 OK 比較奇怪的 沙子也是比較奇怪的 有空隙的 球會浮起來的 然後本來會溶的 那該怎麼處理 要能夠理解一下 這就是我們的狀況 OK 有人問答案嗎 沒有 很好 請寫課堂歷史